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吃的很饱 这个有点带,哇塞,这个吃的更多,你看 咱现在来喂那个 早几天 提前下窝的那几个小鸽子 它们现在都是很不错的 吃食 食,饮水,全部都知道了 而且每一次吃食 吃的都特别的饱 身体状态 这就是它们拉的分泌,能吃能拉的 现在我们喂它 借用别的鸽子的小食罐 先给你们吃,你看看 这积极性 你来这边一点 提前下窝,好出毒 有的朋友说太小了 不能这样玩 你看,还有的朋友说有可能喂姜 不会的 像这种吃食方式,你说它吃不饱吧 回头它们吃饱之后 我们看看它的素呢 大不大,包括小苏女 你看那个吃的 炯起来的那种感觉啊 嘿嘿嘿,两边吃吗 早下午 整个能得到充分的休息 小幼崽,提前让它独立 就是刚分开的那两天 各种人会看着比较痛苦 因为又不能掰嘴喂 掰嘴喂就前功尽弃了 就要让它自己找水和饮食 让它自己独立 等它一旦独立 身体状态各方面都会找回来的 不用担心 这两天一吃一喝 长得感觉还快 身体里面 之前流失的那些营养 都全部回来了 而且还不怕人 因为它很小就跟着我们的嘛 它大了它也不怕的 你看这个 它知道我来斗的 吃吧 这个有一点紧张 里面的那一个 看到这个吃的这个脖子伸起来 这个就是吃的太快了 有点淹住的那种感觉 杯子要拿出来一个 我吃完了 快一点 因为这边都开饭了 因为这边都开饭了 这是它家的杯子 他在喂宝宝要给它多吃一点 喝水面 看 这个小宿女在这里面算是 最弱的一个 最笨的 所以说他都能找到水源 一开始 那时候刚拿下我的手 他走路走着走着都会累 然后趴在这里 可隔两天之后 他也是努力的找水 找到之后 现在几天一养 都特别的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他们吃的怎么样 这个也能看的 出来这个肚子很大 素浪里面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吃的很饱 这个有点胆 哇塞 这个吃的更多 你看 我还说他有点胆怯 他吃的更多 这个也是吃的很饱 哇 这个也是的 刚才都吃的很饱 刚才我又给他们加了一点 我是随便他们吃的 吃剩了我再拿走 因为小鸽子不能亏待了他们 他们很能吃的 这个一鱼小鸽子要顶 甚至粮鱼总鸽 要吃的那么多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这就是 咱早一点拿下来的小鸽子 现在都已经和总鸽分开成功了 自己能独立了 喜欢悠悠的视频的朋友 还请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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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定